作为一名持指定雇主工作许可的加拿大海外工人 您所从事的工作很重要 有助于我们企业的成长 您应该能够在安全和健康的环境中工作 并得到公平的对待 但是如果您在工作中受到了虐待 或处于虐待性工作环境之中 您可能有资格申请弱势工人开放式工作许可 此工作许可可帮助您摆脱虐待性工作环境 去寻找一份新工作 请您放心 在您申请开放式工作许可过程中 我们不会和您目前的雇主联系 而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如何开始呢 您首先需要填写通常的在线工作许可申请表 提供自己的个人信息 接着将要求您提供受虐待的情况 填写完在线申请表后 您会不要求附上一份讲述您的遭遇的信 以及其他您认为重要的证据 了解您应考虑的不同证据类型 请访问网址Canada CA Vulnerable Farm Workers 我们收到您的申请后 将作为优先个案处理 如果我们有疑问 可能会要求与您进行私人面谈 如果您的申请或批准 您就可以着手找一份新工作 与您一起来到加拿大的成年家庭成员 可能也符合条件申请开放式工作许可 请注意 如果您的申请得到批准 我们将对您的前雇主进行调查 根据调查发现的情况 他们可能被罚款 或被取消雇佣海外工人的资格 如果您的申请未获批准 我们不会向您的雇主 透露您曾提出申请 作为一名在加拿大的海外工人 您的权利受到保护 如需了解有关开放式工作许可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Canada CA Vulnerable Farm Worker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